先下來一下行李 那我們今天住這一間 漢亭酒店 住兩個晚上 來辦一下入住 你好 來,我還是這個 房間在6樓的606 好,謝謝 房間有需要再放過你的身體 好 這邊有送餐機器人 上樓 房卡 6樓 餐廳在5樓還有洗衣房 然後接待在1樓 606這邊左磚 這邊還真好記 這邊就是606 好,房卡 那我們進來之後呢 這邊就是 這個安全 疏散圖 在這邊 右手邊這裡 有個606 所以出電梯完之後呢 出來這邊是606 這樣看起來呢 還蠻多間房間的 看一下後面呢 門口打開就是看到是這樣 那左邊這邊呢 有一個這個行李架 然後有一個 小的全身鏡 還有衣架 這樣放了4個衣架 然後這個全身鏡呢就是這樣 小小的這樣 這邊還有一個這個行李的架子 行李架子打開就像這樣 那看過去的話呢 就是 看到床跟電視 床的話呢 是兩張床 他這個床會看起來稍微大一點 就是 應該是兩張雙人床 旁邊這邊呢 有個小位置 可以坐在這邊上網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貼心的是 他左下角那邊還有個電源的 插頭 在這邊有個插座 那就變成說上網的時候還可以 插電 這樣 床的話呢 看起來 還蠻乾淨的 那來看一下旁邊這邊 他床這邊呢也是左右都有 USB 然後還有插座 所以 兩邊的床都有插座可以用 這一點還蠻加分的 他的拖鞋呢就是這樣 我拿起來看一下 他的拖鞋的質感呢就是像這樣 至少不是那種很薄的像紙一樣那種 還稍微有一點點 小小的厚度 看起來還蠻舒服的 那這個就是電視的遙控器 那因為我剛剛把聲音關掉 要不然一進來的時候他那個電視會自己打開 然後會非常的吵 所以我就先把它關掉 床旁邊也都有這個閱讀燈 所以這個閱讀燈也算蠻方便的 那這個就是窗戶外面 我把它拉開讓大家看一下 外面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景 就是還有一些大樓的屋頂 然後對面呢可以看到一個那個 像一個塔一樣 所以至少還算有三景啦 這邊呢也有一個 書桌還有一個椅子 那這個呢也有一本這個 全季酒店老闆的書 他這一本是 沒有打開 我今天住的這個漢庭啊 他也算是華祝會的 所以說他也會有他的創辦人書在這邊 我看了一下他這個衛生紙 感覺看起來很像是用那一種 黃色的這種再生紙 而且我覺得這個算還蠻貼心的 這邊有這個隱藏式的插座 有USB 跟插頭都有 我覺得這個還蠻方便的 在這邊辦公的話呢 或是上網的話 感覺起來啦 都還算還蠻不錯的感覺 那電視呢晚一點我可能 操作完之後才會知道說 電視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原則上 電視就先跳過去 就這樣 水的話呢就是給了四瓶控源水 然後還有兩包茶 兩種不同的茶葉 還有一個小的煙灰缸 跟煮水壺 這樣看起來呢應該算還蠻乾淨的啦 只是說這上一個住客所留下來的水呢 還蠻多的 那為什麼會有煙灰缸呢 就是因為他這種房間是可以抽煙的 但是 我希望他給我無煙房啦 至少我進來之後我還沒有聞到這個煙的味道 然後這個是兩個馬克杯 就像這樣 那下面就是有這個 消防自救呼吸器 我們從窗戶 面對房間呢 看去的景就是像這樣 他這邊呢有一個像衣架的東西 這個應該是裝置藝術啦 然後又可以掛衣服這樣 感覺好像不是很牢固 好啦我還是不要亂掛衣服好了 來看一下他的冷氣 打開 打開之後呢 就是有個自動的 調一下溫度 調好溫度呢 調一下風量 然後呢 調到自冷 那等一下就會知道說冷氣到底冷不冷 就是 在這個窗戶的上面這邊是他的冷氣 我現在站在這個牆壁這邊的按遙控器 所以我可以感覺到風呢 從那個正上方 的排風口那邊吹過來 那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呢就是來看一下他的浴室 這邊就是 浴室的開關 抽風 電燈 進來之後呢 右邊這邊就是 馬桶 馬桶看起來還蠻乾淨的 只是說這個 衛生紙呢 我第一次發現這種衛生紙 是沒有褶的 放得非常的自然 那應該就像這個顏色一樣 就是自然縫 非常的 隨心所欲這樣 那這邊也有提供兩條毛巾跟兩條浴巾 洗手台的鏡子呢就像這樣子 這燈光看起來呢非常的溫暖 還有附一個洗手爐還蠻大瓶的 那洗手台呢看起來還蠻大的 左右兩邊還可以放東西 只是說呢這邊看起來有這種 像人家抽煙所 留下來的這個痕跡 還是說這個是生鏽的時候所留下來的痕跡 所以 像他這種成年無垢感覺好像清不掉的感覺這樣 好啦基本上不會影響使用 拉開之後呢 裡面有兩個玻璃杯 我還是第一次發現這種玻璃杯 會給的不一樣的 我第一次發現這種 杯子兩個是給不一樣的 你可以方便挑你自己喜歡的來使用 那中間這個應該就是貝瓶 他的這個貝瓶 還蠻奇妙的 他是給三隻牙刷 然後還有一個玉帽跟一個梳子 然後牙膏也給三個 所以 有點特別 因為你給三個牙刷跟牙膏的話 杯子只給兩個 那這樣 如果有三個人的話 那一個人是不是沒有杯子可以用 那現在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吹風機 吹風機外面這個呢就寫說 你好我是漢婷 吹風機拿出來就像這樣 你看 吹風機呢我們來試一下這個風量 他這個吹風機呢這邊風量要先調好 然後再壓這一顆 感覺應該是還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浴室 浴室的話呢看起來算是蠻乾淨的 他抽風的聲音呢算還蠻大聲的 大家應該都可以聽到這個 抽風的聲音還蠻明顯的 然後臉門口 這邊呢就是 有給大瓶的這個 沐浴乳跟這個洗髮乳 門口這邊呢就掛了一條這個吸水墊 然後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這一次住這個漢婷酒店的話呢 住兩個晚上才 兩千兩百多塊 含早餐 所以說 對我來講啦 就是他的性價比還蠻高的 然後因為這邊是算都江宴啦 因為我接下來的兩天的行程都是在都江宴這邊 所以說 就住都江宴對我來講會稍微方便一點 然後漢婷系列的話呢 就是也是我第一次住 因為他雖然在國內有蠻多都是還蠻平價的 但是我都還沒有住過 然後想說呢 這次來都江宴呢 就是 這一間的話呢 算是還蠻新的啦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來這邊住看看這樣 然後再加上 住兩個晚上 只有兩千兩百多塊 這個我覺得 對我來講 真的非常非常的 省很多 對 所以想說 就這次來住看看 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的話呢 我再另外拍影片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你也可以下一次來讀江宴的話 你就考慮一下這一間 你如果覺得我的影片還不錯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一下讚 等一下我再去看一下那個 公共空間 然後 如果他有公共空間的話 那我就順便再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OK 那就先這樣 五樓這邊呢 有餐廳跟洗衣房 然後右邊呢 是 餐廳 所以右邊呢 這邊就是明天早上 吃早餐的地方 所以要等到明天早上呢 再過來拍給大家看 然後洗衣房呢 在右手邊這裡 這兩台洗衣機 然後兩台烘乾機 右邊這邊呢就有寫他的操作指南 這邊有個洗手爐跟洗手台 然後這邊有一個燙衣服的 然後他看出去的樣子呢就像這樣 還蠻小的啦 但是至少還蠻實用的 那基本上呢就是洗衣房大概就簡單的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去拍一下樓下的公共空間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他有兩部電梯 一部電梯感覺稍微舊一點 然後這一部感覺稍微細膩一點 就到一樓 然後電梯出來呢 這邊有這個 自助儲物櫃 在這裡 這邊的話呢就是可以加入會員 感覺會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這邊也有這個雨傘可以借 所以下面這個呢 大的行李箱呢應該都放得進去 右邊呢這邊就是廁所 這樣 然後一樓的大廳呢就像這樣子 現在 還蠻亮的啦我覺得 走出來呢 拍一下外面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呢就是我們今天住的這個光明街 這個看起來呢在巷子裡面 還蠻方便的 然後呢我們今天住的這一間呢就是 漢亭酒店 它裡面其實還蠻漂亮的啦 就是我剛剛在check in的時候呢 我有稍微拍一下 裡面給大家看一下這樣 所以呢大概就可以 看到呢我拍的這個畫面 這樣我大概有繞了一圈給各位看一下 還有火口便 這個是米線加的配料 兩份 等一下我的米線 這邊還有粥 這邊還有粥 和湯 豆漿牛奶 這邊還有河粉 炒飯 藕片 蛋跟芋芋 包子蒸餃 還有麵包 這個就是我的米線 雞精跟味精一定要加的 然後都加一勺在裡面 刷身份證或是輸入六位密碼 大小行李箱選一個 放好之後關起來 大箱 自己設入了 輸入六位數 大箱子 這個 29吋的大箱子 完全 放進去 這不會有啊 自己放在櫃檯好了 小的 紅酒 蘿糖 稍微 至少 發 油